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最后一章 国家人与善 事善行善 一人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与恶,时恶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必降之和 胡不免而行之 其实这三年 只是一约数 没有所谓三 可能会更加快 更加持足 桂栋说 一人为善,一为不足 他做好事 做为善不一定 只是派钱 做正常的工作 尽忠职守 对得住人 对得住自己 对社会有贡献 这也叫善 做学问的 做研究的 我们不是为所求名求利 希望能够 留下一些东西 对社会有个认识 有个贡献 给人有个启发性 这些都叫善 他不一定是赚知 要别人认同 赚你 才叫善 你现在做的事 我都没有求 求名求善 求你 是认为这种事 是对社会 对学术有说起的 日为不足 日日 这些时间都不够 永远做不完 今天做不完 明天继续 明天做不完 后日继续 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又为不足 快乐 那种乐趣 的价值 是在这里 最重要 是在头脑清醒里 继续发展下去 从人为不善 亦为不足 华人的作恶 求财求利 每天都会继续做 那些人看着股市 晚上收好市 还要看其他地方 我见到那些人 分段日子去看股市 分段时间 没有人在哪 如果你闭上眼睡 电脑也不行 电脑設定 电脑也不够做 他一定有个人 每个人负责 在哪段时间去做 那段时间 你不能闭上眼睡 你立刻作出一定的决定 不是一样 空人为不善 亦为不足 这些是求利 但这些算度人 一样是不断地做坏事 亦为不足 事言动皆事也 这个恶物善 是包括我们看着的 我们说话的 我们的行为举止的 都包括在内 善无近福 故三年 故以三年为断 这个恶物善 是一个时间长短的形容词 这个恶物善 包括几部分 包括亦经书内 这个恶物善 这个恶物善 很重要的 恶物善 是短时间得福 但里面的恶物善 包括恶物善和 也有恶物善和 就是做坏事 做人做 不要被人抓住 这个解释 是有问题的 这个有问题的 《瓦瓦箭》 《善无近福》 《善无近福》 《恶无近和》 《善无近福》 所以说 棄回丹至建 不要管什么境界 但是主要是每天坐 最重要是 在运行 不用管自己 去到什么境界 又是结了单 又是未有结单 不用管 小周天 大周天 要是做功夫 做功夫是最重要的 《善无近福》 《善无近福》 《恶无近和》 《善无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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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针可能会捉到你 但这由偷针到偷金 是很长的时间 即小恶 变成大恶 不要及时改正 《善无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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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的 比善无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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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一種善心是值得鼓勵 世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 習慣扔垃圾落街,扔紙巾,未必能給你 將會將來扔惯性,電視機都扔到街上 這些是不是不可不去也 《善不職,不足以成名, 恶不職,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無益而科為也, 以小惡為無傷而忽許也。 故惡職而不可厭, 罪大而不可解, 亦若可教滅以空。 這一段就是解釋時間的近字的長短問題, 是一個時間形容詞。 以前老師問過我這句話。 《善不職,不足以成名》。 社會上是一個知名人士,是一個好人, 成名是成了靈命。 他有什麼成就,有什麼長處, 社會人都知道。 這一點不是一朝一夕達到的。 一說這個人有什麼成就,大家都認同的。 他這個成就不是一朝一夕達到的。 去到社會上接受大家認同的話, 是積累回來,善不職,不足以成名。 所以論語裏說, 四十二無民不亦可哀也二, 即是人到四十五十, 都一事無成。 一說這個社會, 這個人都沒有人知道, 他有什麼成就的話, 他的一生全知差不多是白費。 他一定要經過長時間的努力, 積累, 一說起這個人, 有什麼成就, 成這個名。 同樣, 惡不職, 不足以滅身。 他去到山頭, 去到槍斃。 現在都是大陸, 不是一朝一夕, 發了離天大罪, 殺人。 是吧? 這個不是一朝一夕。 我們要找個學員頭本源出來,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忽為也。 以為這些這麼小的東西, 無所謂的, 我不做。 小善, 應該做的。 無益而忽為也。 小我為無相而忽許也。 習慣了成就是誠意。 結果, 惡跡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 不能歡說。 惡跡, 按都按不住, 遮醜閉的體也不行。 有特赦的, 這些都是十惡不赦, 罪大而不可解。 逆弱, 賀教滅以兇, 帶著枷鎖要斬頭。 兇。 這不是一朝一夕。 這不是一朝的。 試過一個語場片, 說這些。 不要看小善語場片, 語場片裡面有很多時候, 還會有傳統的, 經典的因果報應介紹。 有個兒子林營。 媽媽走到兒子裡, 問兒子, 還有什麼話要說。 兒子, 媽媽走近一點, 我有些事告訴你, 媽媽走近一點, 伸了耳朵進去, 讓兒子咬掉耳朵。 媽媽說, 哎呀, 我今天這麼誠勢, 這麼喜歡你, 這麼疼痛, 還要咬掉我的耳朵。 她說, 媽媽就是因為你, 小時候, 撐我做壞事。 我說什麼你都聽, 相信我。 結果, 我今天的田地, 是因為你。 媽媽的耳朵, 賀教滅耳。 賀教滅耳, 這賀教滅耳, 就不同於語場面。 所謂賀教滅耳, 就是他頸後面的耳朵, 那邊斬頭。 第三節, 人頭落地。 賀教滅耳, 最初是賀教滅耳, 輕微的時候, 賀教滅耳, 包括手指腳趾, 斬手指斬腳趾, 叫做小情大戒, 我們以前提過, 賀教滅耳, 是斬頭, 即小惡變成大惡。 莊子又補充, 剛才我說陳古應解錯, 就是這裏, 為善無禁命, 為惡無禁應。 人家最初的時候, 就是根據《易經》中, 做善事, 不是一朝一夕, 你就有個領命。 善掌仁翁, 有什麼著名學者, 有什麼貢獻, 不是一朝一夕, 是長時間的努力。 台上, 三分鐘, 台下十年功, 誰知道十年, 為善無禁命, 為惡無禁應, 不是短時間, 你就去到殺頭這個刑罰, 是長時間。 所以那些人解釋, 他說, 你做善事, 不要求命, 這個就可以。 為惡無禁應, 不要被抓到, 抓到, 去受刑罰, 這個就有問題。 聖人, 這個莊子都是屬於道家裏面的聖人, 是神仙來的, 南華真人, 怎麼會教人, 你做壞事, 聰明一點, 你別人抓到, 這樣就不通了。 原督以為經, 其實就是打坐的, 每個人都從那裡督得馬上, 上到什麼時候會結丹呢? 這個就很難擔保了, 但是肯定來說, 是長時間的努力, 棄回丹自結。 所以, 善事也好, 是透過你的, 看著目標方向, 講話的行為動作, 都是如此。 善人無禁福, 三年為斷。 為何不說三年呢? 惡不言三年呢? 善人要三年才能積到少許, 為何惡不一定三年呢? 三年的時候, 是給多了你, 有時嚴重的時候, 短時間就馬上驗步, 所以惡不言三年, 空人不忠, 不會得到凌重。 懲罰來到的時候, 禍之至也, 哪有時間呢? 突然間收拾回來, 他們知道為何他們會離開。 所以, 修筆的時候, 還說這句話, 希望那些人, 及時千善改過, 改善。 既人與善, 時善延善。 提倡, 說話, 出口, 一定是好事。 目標方向, 看實的, 亦是善的方向。 所做的, 亦是善的方向。 一日有三善, 三年, 天必降之福, 一定有回報。 同樣, 空人, 出口是壞事。 看著目標方向, 亦是壞事。 所做的, 一舉一動, 亦是壞事。 一日有三惡, 三年, 必降之禍, 湖必免戰。 大衛動說明, 不一定是三年, 受的嚴重性, 天即刻可能要及時阻止你, 不讓你繼續下去。 最後一句, 太極真人, 太上瑞昏, 感應之騙。 太上瑞昏, 簡直是上天的教訓, 借助人手。 太上去到三清的地方, 無極真人。 太上瑞昏, 感應之騙。 即是誰下這個教訓的文字, 寫成感應之騙。 日中一片, 念經, 每日多次。 日中一片, 一片, 罪惡消遣, 滅罪消遣。 他發心去作這個註解, 這個感應片, 就是因為我媽媽有病, 希望我做了這個出來, 可以令我媽媽的病傳遇。 普通人, 如果在家裏面, 每日讀一次太上感應片, 一片一片, 不是片一片, 不是片一片字, 讀完它。 滅罪可以消遣, 可以滅你的罪, 燒你的惡業。 受持一月, 福祿來見。 即是一月, 每日都這樣做, 每日都這樣做, 一個月就有效。 行之一年, 七祖聖天。 一般道家裏面, 九祖非聖, 七祖, 令到七祖聖天。 九行不殆, 福壽延滅。 長時間去做, 長命, 福壽, 可以令子孫得福。 天神恭敬, 明烈諸善, 每日都會聖孫。 今日到此, 過了中午了, 還說快點。 好了,